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它的手动对焦盘非常的宽大 目错的话有将近十个厘米的这样一个宽度了 因为它只是手动对焦 所以这样宽度的手动对焦盘可以很方便的让我们进行精确的操控 另外一点的话刚才也说到了多功能框 可以很方便的显示一些参数也非常的好 然后刚好拍了一些片子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效果 因为这个产品目前应该还没有上市 也没有正式的给大家做使用 所以它的这个样片还不够公布出来 所以我们只能从刚才拍到的这个画面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我们刚才拍了一下这个对面的一个距离的大概1.2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尼康F4的机身了 放大之后的话其实可以看到 在尼康的这个军舰部位其实看到尼康的这个黑白反差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也没有什么色散 这个星系程度也还是非常的好的 那这个焦外直接能够看到这个非常虚化非常好的焦外 目测的话光圈啊这个这个光斑的这个边缘的位置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色差呀等等 整体的柔滑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的模特的这个画面 因为时间非常的紧张所以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我们体验的时间也很短 那简单来说一下那么镜头的镜头的体积啊重量啊等下大家一定看到了 那么成像的效果刚才从画面里看到焦内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焦外的柔滑程度目测来讲也非常的好 那么0.95这个光坑成像尤其是夜里面去拍摄的话这个效果一定不会差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这只镜头其实它对焦形成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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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360了 可能也有300330340这样的一个对焦形成 所以你要转的时候如果要从最远到最近 要抗抗抗抗转好多次 当然你要是习惯用手动头的话这应该不是问题 因为它为了方便你在最大功能下可以精确的去对焦 所以其实镜头特点还是非常鲜明的 我们也是敬扣它上市 目前还不知道它的价格 你可以来猜一下 滚 得给我 尽密 最大功能 sop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